中文字幕志愿者 作为中超赛场上的一只新生力量,这些年来上岗在上海球迷当中,也拥有了不少用盾,并且逐渐拥有了在上海足坛与生花分勤抗力的实力,因此每次上海的比大战,也成为了众多上海球迷乃至整个城市关注的焦点。 2015赛季,拥有红卡,吉安的上岗,在瑞典人艾里克森的带来下,主客场分别以5-0,2-1的比分战胜生花,首次在联赛中,完成了对生花的双方。 2017赛季,尽管生花在足鞋杯决赛,两回合,的较量中最终战胜上岗,读得足鞋杯赛是冠军,但上岗却在联赛两回合的较量中,先后与3-1和6-1的比分,再次完成对生花的双刹。 今晚2018赛季中超第17轮的争夺中,上岗主场2-0战胜生花,加上此前第二轮同样2-0的比分,本赛季上岗再次在联赛赛场双刹生花,而这也是上岗第三次在单赛季中超完成对同城对手的双刹。